那马上到了1月份以后 会有朋友开始进行育苗 那个时候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突出 就小黑菲 它是一种一毫米左右 头或背是黑的 翅膀透明的这种虫子 看起来的话 这个黑黑的 所以很多人叫小黑菲 小黑菲的熟名叫尖眼菌蚊 或者是孤鹰 它喜欢特别潮湿的土壤 幼虫的话是以土壤中的真菌 或藻类为师的 它会啃食植物的根部 让这个植物感染成病害 那成虫的话 它会在室内到处飞来飞去的 就非常的烦人 因为它防止有多快呢 它的寿命是一周 但它死之前 它会长暖个潮湿的土壤上 一只小黑菲可以长暖长300个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在一周之内 看到很多的小黑菲出来 只要条件合适 长暖以后3到4天 新的虫就出来了 它和通常发生的果因 是不一样的 有果因 水果有关系 这个的话 它通常是盆在植物上出现的 很多人会问 它怎么来的呢 小黑菲的 可以说在土壤环境当中 无所不在 你去买花回来 可能实际上花的盆土里面就有了 有了后发生不发生 那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湿度 如果湿度一大 突然有机制含量高 那迅速就出来了 另外的话 它有个矛盾 我们栽花当中 如果说想要这个花长得好 那就需要放肥土 但是呢 土稍微过肥一点点 那小黑菲的问题就有 特别是有的朋友 为了把花栽好 他听一些妙招 往土里面放了这个堆肥 甚至放了鸡份 浇了牛奶水 桃米水 这些东西都会到智晓黑菲的发生 如果你去网上一查的话 那网上会有很多很多招数 让你看到摸不住头脑 一个说就说 小黑菲 他怕这个风吹 给你整个电上吹一吹 或者说 你把盆土倒出来 用太阳晒一晒 用热水烫一烫 用微波罗浇一浇 另外或者说是 这个用洗衣粉去浇 或者说 弄一个蚊香来熏 还有人说 他爱吃土豆片 放土豆片 在土壤上把虫子吸引过来 或者放橘子皮 有的干脆说 人就算了 其实所有这些方法 通通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而且的话 并不能避免这个问题 那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首先一点 预防措施非常重要 小黑菲发生的就两个条件 第一个 土壤里面有机质含量高 所以我们预防措施上 首先我们要尽量 使用干净的盆土 使用标准的 千万千万不要使用 自己对的肥 或者说是积分 施肥的话 只使用无机的水溶性化肥 种菜的话 有的人会说 我要吃有机的菜 我不喜欢使用化肥 但是我们种化道不存在 这种有机的花肥 多得很 专门提供种化用的 有便宜 这么一活18块钱 用两三年都够了 而且蛋理胶比例是配的很合适的 交施肥用这个就好了 另外一条件是石度弹 太大 通常小黑菲的发生是什么的 在土壤石度达到80% 特别是表土 达到80%的时候 里面涨真菌出来 那小黑菲就吃这些东西的 那小黑菲一两只出来后 很快生长 那迅速防止 所以的话防止土壤过湿 很重要一点 再一个我们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健刚健湿 就是我们这个花 浇一次浇透 刚让它起码表土 三四厘米的土层 一定要变刚 因为这个小黑菲 通常发生也是在表土 两三厘米的范围的发生 表土不要太潮湿 它就不太容易发生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栽盆花的时候 放了肥土以后 花栽耗以后 放一些小石子 既起到装饰的作用 不让土漏在外面 也起到防止小黑菲 出来的一个作用 你石头鸭的商店 小黑菲 要飞进去尝暖 它不容易 有这层沙子 或者小石头阻隔 或者万一土里边 有这个小黑菲 在里头有暖 要出来 它非要飞出来 也不容易 那一旦发生以后 怎么办 小黑菲 有趋黄性 栽花的话 使用黄榜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起初就是没有发现虫的时候 放一两块在花坟边上 这作为一个监测措施 一旦发现黄榜上 出现了这个小黑菲 那赶快采取这个更好的一个措施 这个石头 室内刹虫灯 对小黑菲 效果非常好 就是万一真发生了 那把这个小虫灯用上 可以很快起到烧灭它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点 有的人说 往里头浇这个苏打水 洗洁精水 浇双氨水 这些 有没有效果 有效果 但这些方法都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浇了这些带碱性的东西以后 会把这个植物 轻则变差 重则弄死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身体健康 种植愉快